更多资讯 更加深入 更有力量 欢迎订阅中秋侃会员网站 周周侃拼音的全拼.com 光明正大 猛传媒 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中国中车CRRC面临退出美国华盛顿 等首都圈地区地铁项目的危机 据报道说 美国政府在严厉施压中国通讯设备企业华为的同时 美国议会盯上了中国国营铁道企业 不过排名世界第一的铁道企业 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已经与洛杉矶 芝加哥 波士顿 费城 等主要大城市签署了新型地铁车辆合同 据朝鲜日报今天报道 美国发起驱逐中国铁道企业的法案 报道引述日经亚洲观察稍早消息称 马克华纳等四名华盛顿附近地区的参议员 最近提出了包含禁止华盛顿地铁运营当局 和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持有的 或与财政有关的企业签订铁道车辆合同条款的法案 法案中没有提及特定国家和特定企业 但其瞄准的是中国的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据这些参议员在提交法案的记者会上主张 如果使用中国产的铁路车辆 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中国产车辆可能被用作收集地铁内通话视频等的工具 排名世界第一位的铁道企业 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已经与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等 主要大城市签署了新型地铁车辆合同 该报道指本月19日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院内代表查克·舒默 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国营铁道车辆公司 提交给纽约地铁的车辆设计方案 是否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性进行调查 网络前沿资讯分享独家解读 欢迎大家订阅ASM蒙传媒